影片内容请参考时间目录 快转专用连结在置顶留言里哦 打柴田圣家很简单 他怕水 而且攻击方式很山珠 进场前先放一张护身符 见面后先玩斗牛 专心闪避 等他停车 用一雷二水的比例削他精力 不管你是近战或远程 最重要是盯紧精力条 在他精力剩一点点时 放雷 然后用最大速度连续喷水 以拨四万的伤害 直接送他回家 慢动作重播 横向果攻击 停车换你上 二二加圈取消硬值 精力条有意识的打到他变红 瞬间连续施法打出四万伤害 他一定死 这样你学会了吗 精力归零时 你有五秒可以全力输出 不管你练什么流派 学会利用这五秒分双属性混沌之力 打王都会变得很轻松 而且有爽度 混沌之力以前讲过了 不懂也没关系 打他用一雷二水 看伤害有爽度就对了 接下来检查角色面板跟装备 没什么特别的 装备每天都是普通烂 势力战 小嫩嫩时期选择龙川 称号恩惠我随便点 反正错了以后 洗掉重点就好了 阴阳师技能 护身符 跟保险套一样重要 忍者技能 幻术雷 幻术水 威力强大不解释 差点忘记潜田丽家 打他先丢盲目弹 如果有确实发动质盲效果 他就跟白痴一样随便拟玩 如果盲目弹坏掉或丢不中 就自己搞中哦 以上 咕狗姐姐配音 附上本次地图 全部木铃及以法的寻找路线 881 接下来从神社1出发 我们要去找第一只木铃跟第二神社 那这边小心地上有洞 进门之后 爬楼梯上去 这边有第一只木铃 然后跳下来 这边就是第二神社 接下来从神社2出发 我们要去找第二跟第三只木铃 就走到这房子里面 然后爬上来 这应该叫巷子吧 然后进来之后左边 这是第二只木铃 之后往上走 上面这边是长按一根第一个钟 把它敲坏之后 总共敲 敲掉六个 就可以解成就 好了之后我们继续走 等一下 找一下路 顺着这个路走下来 这边有一个梯子可以踢下去 下去之后那边就是我们的神社2 你之后可以从这个梯子直接上来 然后这边先往下走 进房子 往右边 这边有一个挡路的吗 然后引爆这个炸药 就会 墙壁就会出现一个洞 然后这边是第三只木铃 接下来从木铃山这边出发 我们要去找木铃寺 就顺着刚才来的路这样走上来 然后在失火的这边 走到另一边的走廊 走到中间左转 这边是第二个长按跟第二个钟 你就自己把它清掉吧 然后绕到这边来 这边是有往上的回廊 上来之后 这边有一个屋子 屋子有一个挡路的兵 走进来 然后这边有一个洞可以跳下去 跳下去之后 第四只木铃就在这边 之后把门打开 然后 右边这边 这边有一个梯子可以踢下去 然后再下去之后就是我们的 神色2 可以休息一下 接下来从神色2出发 我们要去找 阴阳师的仪法 跟那个 温泉 回到我们刚才踢下来的梯子 爬上来之后 这边有个楼梯下去 然后 这是 第三个钟 然后 这边有阴阳师的仪法 再来 钟要记得敲 然后温泉在这边 这里面 要记得泡一下 然后 这边是长按 第三个长按跟第四个钟 钟在 钟在哪里 最里面 这边第四个钟敲完之后 往回走 再顺着原来的路 然后 左转 走到长廊上 中间这边 右转 我们接下来要往上面走 从这个走廊上来之后 左转 再左转 到这边的时候 会发现这里有个梯子吗 把它梯下来 那 这边绕过来就是第一只Boss的房间 接下来从第二神射出发 我们往上走 要去第一只Boss 还有第三个神射 然后这边是刚才踢下来的梯子 进来之后 走走廊 靠着边边走 然后这是Boss的房间 打倒前田丽家 得到钥匙之后 打开这个门 然后前面就是第三神射 接下来从神射山出发 然后这边打开门 我们要去找后面的木林 然后小心走过来 再跳到柱子上 然后这边有第五个钟 就自己把它打响 之后 应该说打坏掉了 之后这边 跳下来 这是第五只木林 好了之后往下跳 小心不要踩到怪 这边跳下来 然后这里有最后一个钟 再来走到最边边 这边有霓墙怪 选择一个态度 敌对不行 那钟力或友善 哦哦 赶快溜 刚才友善不行 那就是钟力 好过来 然后在这里面就有第六只木林 还有 还有 忍者的仪法 都找完之后 这边 这边再继续走 这是往上的楼梯 走错了 有一个往外面的路 找一下 在这边 这里有最后一只木林 这样该找的东西都找到了 好了之后就是一路往上走 走回去 或者死回去也好 都可以 接下来 接下来从神社三到boss的房间 这边一样走过来 然后跳下去 如果你不想每次都这么麻烦的话 走过来这边 就一颗柱子推倒 这样子 你就可以这样走 虽然好像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然后走进来这边之后 上来 这里就是boss的房间 好那就这样子咯 拜拜